128 頁 130 經 前面是說到 129 經是說到 佛跟阿努汗有什麼差別 130 經 我們來看 他說 有一天佛在祈願今色 這個時候 世尊跟比丘講 這裡很多都是 佛無問字說 佛直接就跟比丘講 怎樣怎樣怎樣 他說有五韻 那有哪五種 就色色想行事 好 那麼他現在就跟大家說 你們應該常常觀察 這個色受想行事 說有五韻 你們應該常常觀察五韻 自己的五韻 那為什麼要這麼教呢 為什麼有事沒事要常常觀察自己的身心呢 因為我們說過 佛陀說 如果你說法 要講五韻五我 這個才是說法 那多文 你要知道五韻五我 這個才是多文 那如果 如果你 不知道五韻五我 那麼你是不可能 你是不可能有解脫的這種 不可能得到這個解脫 那為什麼 因為解脫就是 是 徹底完全的知道五韻五我 那你連五韻什麼都不知道 那麼也不知道五韻五我 也沒有 徹底明瞭五韻五我 那你是不可能得解脫的 只要你沒有解脫 你就是凡夫 那所以常常講 愚痴無吻凡夫 那你解脫 你只要是因為 你徹底明白 那麼知道五韻五我 所以叫做智慧多文聖地子 那前面 這個 有講 這個 這個 只要 128經講 你只要 你只要是不知道 你就從一生到一生 常常在煩惱中 五韻的煩惱中 從一生到一生 輪迴不止 所以常常要觀察 第一個 第一個要知道 五韻五我 然後接著要知道 什麼是五韻 那要怎麼樣 怎麼樣可以贈得五韻五我 基本上就是這樣 那所以他這裡告訴你 你要常常觀察 先讓你知道 其實我們 不過我們這個我 基本上就是身心合合 那身心分析起來 就是五韻 所以你要常常觀察 這個五韻 那五韻第一個是觀察這個身體 就是這個色 那麼你觀察這個身體裡面 那麼你有沒有發現到 這個身體裡面 是我 亦我 相在 就是 這個身體裡面 是不是有你認知的 那個感覺到的那個我 還是說這個身體之外 有一個我 還是這個身體就是我 那麼有我就是這個身體就是我 這個我們講過 不過要再複習一下 是我 亦我相在 這個是我的三種分析 是我 是我 亦我 相在 那這個我 不外乎就是 運觸界 分析起來不外乎就是 運觸界 運就是機具 觸界 那麼運是五韻 觸是六觸 那有內六觸外六觸 那主要是指這個內 那有六界 說多的一般就是十八界 簡單講叫六界 好 那麼是我 亦我 那麼相在 可以講相在我 那麼是我 五韻即是我 五韻就是 如果從五韻來講 現在講五韻 如果講六觸 那就是六觸 眼即是我 耳即是我 鼻即是我 如果講六界 那麼就是 地水火風 地即是我 基本上是這樣 那五韻是射受想行事 射受想行事 所以就 如果從五韻來講 那就變成 射即是我 因為分析起來 我這個身心不外乎是這五大類 不外乎是這五大類 那麼 他說這個射中有我 就是射即是我 射即是我 一個一個講 或是受即是我 或是想即是我 或是行即是我 那這個是什麼呢 這個是 如果射即是我 然後說 因為每一個人执著的點不一樣 那通常會覺得 這個整個身心是我 那這個整個身心哪一個是我呢 你就這樣進去看 所以他就變成射即是我 射即是我 然後變成五韻就是我 那如果五韻是我 五韻是生滅的啊 那五韻死了 我就不在了 所以這個是斷見 這個變成是斷見 那 義我 就是射不是我 那射不是我 那射是我 射我也不是我 如果說 射不是我 但是射是我 他還是在這裡面 因為他說 如果義我是射 射不是我 但是受是我 所以他也在這個裡面 基本上是這樣 都在這個是我裡面 那麼射受想行事都不是我 那個就是五韻之外有一個我 那這個就是五韻之內 就有一個是我 或是五韻就是我 那麼這個五韻之外有我 那這個就是常見 就是我 五韻之外有一個我 我跟這個五韻沒關係 那這個是 我在五韻中 五韻在我中 我在五韻中 五韻在我中 那分析起來就是 我在射中 射在我中 我在五韻中 五韻在我中 就是我包含這個五韻 就是五韻 就是五韻跟我是結合的 那是射在我中 瘦在我中 瘦在我中 或我在射中 如果是射在我中 射在我的裡面 那我就比較大 射就比較小 五韻就比較小 如果我在五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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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是比較小 五韻是比較大 就是我包含這個五韻 這個是五韻 這個是我 這個是我 這個是我在五韻中 那五韻在我中 射受想行事 這個是五韻 這個是五韻 射受想行事 這個是我 所以就不一樣 那講起來 這個有五個 這個有五個 我在五韻中 就是射在五韻中 我在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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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想中 射受想行事中 這個射在我中 射受想行事在我中 所以這個有五個 這個有五個 這個有五個 加起來就二十個 就是變成二十一種 二十種神劍 就變成二十種神劍 通常都是這麼說的 這個是 這個是分析的 那佛陀教的話 基本上就是 應該就是直接關這個神 然後你這個細關是這樣 細關是這樣 那這個是在 運相應裡面最基本 最基本的觀法 那我們說過 實際上 比如說 你這個身體 那麼生病的時候 或這個身體 有特別狀況的時候 那你去觀察 你會擔心 那你就可以 在這個地方去觀察 那麼其中我們說 對無我的觀察 有三種 對我的觀察 基本上有三種 一個就是觀 如病 如庸 如刺 如殺 這個是對峙的 好像不敬觀 在對峙 彈心一樣 你就觀察 這個 如病 如庸 如刺 這是一個 一個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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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 類似像金剛軍講的 如夢幻泡影一樣 它是觀 色如巨墨 瘦如水泡 響如揚艷行 如芭蕉 事如幻化 那麼這是另外一種 那基本上像 比較基本的就是觀這個 那麼比如說 這個五韻 那麼是生滅了 就是說我到底是在 就是說所謂的我 那這個還要 這裡還要注意一下 這裡還要注意一下 這個我的概念 我的概念 基本上就是三個 很常獨一自主 很常獨一自主 所謂的我 它一定包含這三個概念 它其實就是自信的概念 它其實就是自信的概念 那這個是印度人常有的一個概念 那很常 你會看到五韻它是生滅的 五韻刺身 它是生滅的 無常的 不管是色獸 想行事 都是這樣 不斷不斷的在生滅 變化 所以它其實是無常的 那無常的 如果我應該是很常的 但是現在我去看這個身體 看這個色法 它其實是生滅無常的 所以它絕對不在色法裡面 那受也是這樣 感受也是這樣 那想像也是這樣 思維也是這樣 那麼了別也是這樣 都是這樣 所以它都不斷在生滅的 它都不斷在生滅 所以你從無常裡面 你就可以得到什麼 無我 所以我們常常講 無常故無我 這個要常常想的 這個要常常想的 無常故無我 那從這個獨一裡面 你會發現色獸想行事 彼此互相依存 互依互存 就互依的 互相依存 它互為依存 就是說身心互為依存 沒有這個身這個心 沒有 沒有這個身這個心也沒有 這種感受也沒有 你的苦受是來自於這個身體 那麼比如說你病痛的時候 你感到苦 那基本上你這個心的感受 這個苦受是來自於這個身體 那麼身體會讓你感 身體的病痛會讓你感到苦 那麼你心裡面的憂慮 會讓身體感到緊張 那麼這彼此之間有依存關係 色獸想行事都是這樣 彼此有這種互依互存 那所以你會發現到 身心本身是互為緣起的 那我們說緣起它本身 緣起它本身你會發現到 我常常講的 這個身心互為緣起 那自它互為緣起 另外一個就是心物互為緣起 那我基本上都說心靜互為緣起 心跟靜 基本上 心會受到靜的影響 靜會來影響心 那麼 智跟它會互為影響 那麼身跟心又會互為影響 好 那你會發現到 它整個身心是互為緣起的 互為緣起的 所以它並不是獨一的 獨一的就是它自己就是這樣的 而且不是因為其他的因素 其他的條件 它才這樣的 那你會發現到 這整個身心都是 身跟心乃是自己的身心 跟別人的身心 自己的身心跟環境 是彼此一直在影響的 因為有這樣的環境才有這樣的身心 因為有這樣的身才有這樣的心 因為有這樣的心有這樣的身 那麼你是互為依存的 所以它不是自己就是這樣的 它不是自己單獨是這樣的 它之所以是這樣 它都有它的必定的條件原因 所以這個你就發現到 緣起故無我 你也會發現到這個是無我 所以緣起故無我 就是你會發現到 無我 就是無常故無我 緣起故無我 緣起故無我 因為它不是獨一的 因為緣起就不是獨一的 緣起就是持有故彼有的 那麼獨一的就是 我是自己這樣有的 我不是因為其他任何的原因條件而有的 可是你會發現身心是互為緣起的 而且有身有心 是彼此 彼此一存的 所以你會發現到緣起故無我 另外你會發現到 這個它是自主的 無我是自主的 但是 但是你會發現到 當你跟陳士赫爾森 觸具受享絲 這個受的 有苦受的時候 你會發現到 既然會苦 既然會苦 就表示什麼 不自主 就是你沒有辦法主宰 自主是可以主宰 那你沒有辦法 你如果會自主 我是自主 那怎麼會讓我受苦呢 我擔心 我害怕 我不快樂 我討厭 我生氣 那麼這個表示 你不能 你是被煩惱控制 你不能自主的狀態下 你才會這樣 自主的狀態下 你怎麼會讓自己這樣 所以它就會發現到 我們一直在受苦 那就是一直不自主 那麼既然會受苦 就沒有這一種自信 自主的自信存在 所以苦固無我 延期固無我 這個是無我 就沒有這個我 沒有這個無常 所以 因為無常 所以都沒有常 有常的這個我 那麼延期 所以就沒有獨一的這個我 那麼苦 所以就沒有自主這個我 那所以從這裡來看 從這裡去觀察 你如果從這裡去觀察 你會發現到 這個無我 就是你要常常這樣想 坐下來的時候 那麼心靜下來的時候 常常想 佛陀說無我 那到底什麼是無我 那你就一個一個 一個一個去 一個一個去仔細想 那麼越想就會越清楚 那麼想到 在日常生活裡面 你生起這個感受 生起這個了別的時候 那麼跟他人有衝突的時候 那麼要維護自己 得利益的時候 要維護自己的感受的時候 反正就這些了 那麼你慢慢就會發現到 其實 那我在哪裡 因為我的表現就是表現在 多數是表現在衝突 就是說身心 就是我對這個身心產生直取 我對別人跟我自己 彼此之間的利益產生衝突 產生直取 那麼我對於我在這個世間的角色 產生懷疑 或是產生衝突 那麼你就是趁這個機會 因為這個時候感受比較強 那個時候我直是最強的 我直就表現在 执著有我 我見我愛 我見自己是我愛 我愛就是要保護自己 那麼包括我們怕死 那也是一種很強烈的我愛 那麼我們想要長生不死 那麼也是一種 那麼這種你就可以觀察 因為我正強的時候 就可以觀察我在哪裡 我愛正強的時候 你就觀察我在哪裡 那就從社會上去看 那常常這樣想 常常這樣想 那久一點 他就變成那種習慣 就是要讓他思為成一種習慣 那這個有時候 不然我們就天天在這邊讀5一五 讀到最後 那也沒有 也不能實際觀察 那通常這個 當然是在禪定中 你這樣觀的 但是你禪定中 能這樣觀 就是修手成衞 必须从闻守成位跟失守成位来 修守成位必须从闻守成位跟失守成位来 那么这个失守成位当然从闻守成位 闻守成位就是我们要读这个经 佛陀跟比丘讲有五印 那五印当中都不是实在的 那听了之后他回去就想 想了之后慢慢慢慢 他专注想的时候就是修守成位 他就能够去路 就做定宗 子宗 然后做官 然后这个定引发五若会 然后屈入五印五我 其实是这样子的 那当然也没那么容易 如果那么容易阿难就不会说 当然阿难正出国之后 他还有维系的我们还没有 但是就是正的出国还不是 他已经把生死的根本 他断了身见 但是他还没有彻底见到五我 其实还没有 好 我们等一下看 所以他通常都是从这 无常 无常雇无我 苦雇无我 跟缘期雇无我 从这三个地方 因为我是什么 要先知道我是什么 才知道有我跟没有 有我跟无我 基本上是这样 所以我常常讲 你说如果有人问 那佛教是有神论还是无神论 那你要先认定 那神的概念是什么 那佛法 佛法里面 承不承认有上帝 那你要先知道 上帝的概念是什么 如果上帝是大饭天 那佛陀是承认有大饭天的 如果 如果你的上帝概念就是 创造一切 就是这种 很常独一自主的上帝 没有世界之前就有上帝 上帝创造了一切 那么世界 世界不断在改变 上帝不会改变 而且上帝是不会 上帝是自主的 他可以让一切人受苦 但是一切人不能让他受苦 那么这种上帝是没有的 那如果是自以为 自己创造了世界 而且是一切世间的父亲 就创造了一切人 众生 创造了一切世界 那么这样的上帝是有的 他是自以为 大饭天就是这样 我妈妈 独妈妈 就是认为自己是独一自主 很常的 他自己这么认为 但实际上不是 那有没有这样的上帝 有 确实是有 就大饭天 那你说佛法讲 有神论还是无神论 如果你的神 类似像上帝这种神 那么佛陀是无神论 但是不是没有鬼神 天神那种 有 六道众生就有鬼神 有天神 怎么会没有神 有啊 但是你的神 如果是神我的那个神 那没有 所以要先确定 有什么没什么 那才能够知道 那到底有跟没有 好 那我们讲有我无我也是这样 那如果你说 那没有我 什么都没有 那你这个我 包括 原起的我都没有 那就断面了 那就断面了 那就 没有我 死了就什么都没有了 什么都没有 当然没有很常 独一自主的我 这个奇纳教的 不是奇纳教 顺势论的 无我论也是这样 他也讲无我 他也讲无我 但是他的无我是 这个身体就是我 那身心死掉了之后 我就不存在了 那就没有相续的我 就没有从此生到他生 那就没有月报 没有轮回 就死了就没有了 哪来的月报 我这些照杀业 我下一辈子 都短命多病报 下一辈子三二道的报 没有 就没有下辈子 哪来这些报 所以断灭的我就没有轮回 没有月报 没有不可能有 这辈子死了就死了 哪有月报 如果月报也是这一次受 这一次没有受完的 那也是下一次受 但是下一次没有 所以就没有月报可受 也没有轮回 也没有六道轮回 没有 死了就死了 哪有什么轮回 那这个也无我 但是这个无我是断面的无我 所以要弄清楚 所以要先了解什么是我 那什么事才知道 那到底有我没我 那什么事无我 那然后才知道 那怎样去证得无我 这种事要明白 好 所以他这里讲 见有我亦我相在否 那我们刚才讲 就是观察无我有三种 一种就是 就是如病如庸 如刺如杀 在阿汗经里面 我们都学过了 一种就是 我们说 色如巨墨 瘦如水泡 响如洋艳 行如芭蕉 事如幻化 那金刚经就统称起来 其实就是这个心或是身心 它就是梦幻泡影路电 基本上是一样的 另外一种就是观察这个色受响行事 过去现在未来内外豪丑出戏远近 就一一去观察 那基本上这个是 阿汗经里面很常见的 很常见的这个三种观法 那我们说大圣经典就把它 把它简略化了 就太多了 你太多了嘛 那你一个一个观不用 你统一 基本上都是以观心为主 因为身是一切法的 心是一切法的主导者 如果观身 就比如说你说不进观 他也是类似要 朝向这个目标的 那你如果是大圣经典 通常都以观心为主 那最典型的代表 比如说金刚经德 就观一切法 一切法就是 沿着彼者生意 事实是这个 一切法如梦幻泡影路电 这个是JOMOROS翻的六种 那也有翻 就是钱大博城 如祥 反正就很多 那基本上都是不实战 就梦幻泡影路电 六炉关 这个是比较简单的 那如果是宝基金的 他也是一样 他说比较简单 就三毒 三求 就是过去现在未来 那内外中间 另外就是贪嗔痴 应该是善恶无忌 那么基本上 他把从烦恼里面 贪嗔痴拿出来观 而不是善恶无忌 因为心性 心性如果有 因为他直接就关心 就是我们再写一下 我们归纳这一些 这个都是归纳起来的 我们学过的 我们就把它整个 就归纳起来 好 如果是讲无我的话 那我们这里说的三个就是 缘起 缘起就是不是独一 所以缘起故无我 那无常 生命无常 摄嗔痴 其实都在生命 心刹那刹那生命 色也是刹那刹那生命 色心都是刹那生命的 那你就会发现到 其实是无常的 无常故无我 那缘起持有故彼有的 互为一群的 所以你会知道 缘起故无我 他不是独一的 那这个 跟前是赫尔森 处去受想时 受就有苦有热 那么有苦 那么他也是无我的 那你这关热也是无我 因为 他是热也不是一直都热的 他热出现的时候 那有消失的时候 所以才会有 你会为了这个热 才有爱别离 才有求不得 那么热消失的时候 你就感受到苦了 那一样 也是可以观察的 那从这个我到无我 那如果我们这样来看 比如说 他这个阿安经里面 他基本上就是 缘起故无我 从色作想形式 不管是 缘起故无我 那当然 他这个我的分析 就有这三种 五蕴 六处 六戒 或十八戒 那这三种来看 无我 缘起 缘得彼此生命都是这样 他是跟城市合合的 那么地水舞红合合的 都一样 缘起 那无常 那不管是 色作想形式 严得彼此生命都是无常的 无常故无我 那苦故无我 好 基本上就是以人为主 那如果我们看大圣经典里面 我们比较常见的 比如说 我们读过的宝基经 那金刚经 金刚经基本上 基本上都是从心去看 那么五蕴看 你从五蕴合合看也可以 但就是复杂 色作想形式 心还要分受想形式 不用 就是心 因为身心里面心为主导 心为一切法的主导 那所以 以观这个心 他就变成以观心为主 观这个心 那通常是执这个心为我 那宝基经基本上就是 我们说 如果说 如果说一二韩经来讲 还有三种 应该先讲二韩经 如果一二韩经来讲 这个是一种 那一二韩经来讲 它有三种 观五蕴 色受想形式 一一观 色如巨墨 瘦如水泡 想如养燕 行如芭蕉 这个我们自己知道就好了 用唱一念 色如巨墨 瘦如水泡 想如羊燕 行如芭蕉 事如幻化 就这样 事如幻化 好 就一一观 那另外一种就是 如病如庸 无韵 色受想形式 如病如庸 如痴如杀 如病如庸 如刺如杀 另外一种就是 色受想形式里面 我们说一一观 观这个色受想形式里面 在过去 在现在 在未来 我在 我观这个 过去 现在未来 内外出息 豪丑远近 就观这个 过去 现在未来 就五组 四组 十一法 过去 现在未来 内外出息 豪丑远近 这是三种 观法 那如果是 我们讲 大盛的 那主要 以观星为主 我们说 以保鸡精 跟金刚精 保鸡精 基本上 比如说 主要是观这个星 因为星为一切 把人主导 那 比如说 金刚精就有星 也要观这个星 那么 在过去 在现在 在未来 也有 那么 比如说 他 过去星不可得 现在星不可得 未来星不可得 那这个只是 观星 在过去 在现在 在未来 那你像 人眼精 也是这样 但是人眼精 它观到最后 七处真心 它其实也是 类似像这样观 就直接观这个星 在过去 在现在 在未来 在内外 在外中间 但是人眼精 因为是正常微星的 它最后推论出来 是有一个真心的 那么我们就不讲 就是金刚精 它基本上 它还是 一切有违法 就是包括这个五蕴 它主要是讲 梦幻泡影路电 六如关 那跟这个一样 其实是从这个 从这个里面 营生出来的 就梦幻泡影路电 梦幻泡影路电 如梦如幻 如泡如影 如路电 那宝石经里面 也 宝石经里面 是从这个 营生出来的 宝石经就从 这个营生出来的 是什么 就三信 过去现在未来 过去现在未来 三十 然后内外中间 三醋 那么贪真吃 三毒 就三信 三十 三十三醋 三十球 三醋球 三毒球 就贪真吃 那如果 照理讲应该三信球 就是心 如果有心 那它是善 是恶 还是无气 照理讲应该是这样 但是它就 因为人常常起烦恼的时候 多 所以就从烦恼上 那心到底是贪 还是撑 还是吃 那因为它是独一的 它是独一的 所以它是贪的时候 就不可以是撑 是撑的时候 就不可以是吃 但是它有时候贪 有时候撑 有时候是吃 所以从这里看 那它也不是我 因为它是独一的 它是恒常的 那从这里看 就是我们把我们所学习的中和学 我们就知道 那因为 但是佛陀当然不是这样讲 佛陀不可能这样讲 佛陀就直接给你一个方法 叫你关五蕴 那么你有些人关五蕴 关不来 因为五蕴是比较整合的说法 就是射受想学士而已 那通常 五蕴关就不来 让你关十二处 六处 因为我眼睛见到这个射法 看到这个人我不喜欢 深烦恼 也跟城市和我身处 处去受想时 就从这里 那去了解 那有一些人 这样了解不来 那么他就讲 远起无我 所以他跟阿难讲 不是跟阿难 跟罗霍罗说 那罗霍罗你有没有去观察五蕴 观察 可是观察了还不知道 那还没有办法争斗无我 那你去跟人家讲 你去跟人家讲 更深刻一点 讲还没办法 那你有没有 你有没有去观察 这个十二处无我 六处无我 就沿着彼着生意无我 观察了还不知道 你去跟人家讲 你有没有去观察远起无我 就是我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那远起无我基本上是 第一个是互相互为缘起 那是他从这个我的整体的概念 现在这个是我 我在受苦 我有轮回 那我这个到底怎么来的 我这样的一个人到底怎么来的 就开始往上推往上推 就到最前面是五名 我怎么认知有这个我的 就跟陈世合合身处 就前面的 四名色六处 处受 爱 取 有 这个身体是来自于 业 那业是由于来自于 我的心 有直取 就直取这个 那由这个而有的 到即使现在还是这样 认为有我还是因为直取 这个我 那么这个爱取 那爱取 基本上 这个爱取通常是透过 这个身心的运转才有的 那最初就是因为你有我 无名 那照做 那你从去观察之后 就是无因无我 六处无我 云起无我 通常是这样 但是另外一种就是 你还是观察六界 那你从这种种上 就是说 你从这个种种的说法上 不断去思维 推考 当然你如果一法 你一法里面观得有力量 你就观一法就好了 无因就好了 或是你就 所以后来大圣就没有讲那么多 他就直接给你一个法 你就这样观就好 如梦幻泡影路电 你就这样观 甚至你就不用观那么多 你就观如梦就好了 是如幻也可以 就这样观就可以了 甚至很简单的就告诉你 你就直接观这个心 到底是在过去 在现在 在未来 那你后来发现到 其实现在心不可得 未来心不可得 过去心不可得的时候 那个时候你就捨不得 知道什么 因为心不可得 我就不可得 基本上是这样 如果有的话 它不是在过去 在现在 就是在未来 都没有 心不可得的 我哪会有可得 我是身心和合的 如果心不可得 我怎么会有 基本上是这样去观察 如果心都是如梦如幻 那身怎么会有呢 当然有些人执着设法 但是不太可能 设法也是身边无常的 所以你只是这样去想 就是我们把学习的归纳一下 那你会发现到 大概就是这样 运触见 我的这个定义 我的定义是运触见 那就是我的这个像 这个就是 从他的组合来讲 他是无运触见 那从他的含义来说 他就是恒常独一自主 是这个概念的我 没有 这种概念的我 但是相续 相续 不断相续 和合的我是有的 所以他不是断灭的 但是也不是恒常的 所以叫做不惨不断 那既不是独一的 那也不是因为 因为这个色中有我 我中有色的 也不是这个 那所以他 我们讲他也不依也不义 也不长也不断 所以不依不义不长不断 那也不来不去 也不是死了之后 有一个去到哪里 也不是生的时候 有一个什么来到这里 有一个不变的我来到这里 所以也不来不去 然后不有不 他基本上后来就形成八部思想 就是从佛仇所说的 就是 否定你 执取有我的那一块 那你从哪里执取 我就从哪里跟你否定 你从哪里执取 我就从哪里跟你否定 那你容易从哪里上 去了解 我就讲哪里 所以才会有这么多 无我的这种说法 基本上是这样的 好 我们往底下看 所以他这里讲 他说 观察这个五蕴 观察完了之后 你去观察这个五蕴当中 有我 亦我相在 是我 亦我相在 有时候讲 是我 亦我相在 这里讲 有我 亦我相在 那戏是一样的 那么主比丘就 白佛也 不也是尊 我跟比丘讲 非常好非常好 那么 设无我 无我者则无常 无常者则是苦 若苦者比一切非我 你看他这里就是 通常比较习惯性的时候 有时候 无常故苦 苦故无我 但是直接也可以讲 无常就无我 那这个观念就是 我们刚才讲 我的这个定义 我的这个 我的这个概念 我的这个定义 基本上就是 恒常独一自主 那像这个婆罗门 他们基本上 有一个放我的概念 有一个放我的概念 那沙门就不一定 沙门有一些认为 有一个真常的我 那么有一些是讲断面的 断面的我 那断面的我 还是我 为什么 断面的我 虽然讲无我 但是他认为这个 当下的 当下的 射受小子就是我 但是他是断面的 死后就没有了 那么这个还是我 还是我见 还是在我见里面 那所以才会说 你断了我见就正出国 要不然这个 这个顺势外道 他也无我 那他也没有 这个常见的我 但是他怎么 他怎么 他怎么没有成圣者 没有不是 他那个无我 还是我见里面 所以你要断这个 所以他说 这个我见里面 包括常见跟断见 所以佛陀就讲 那沙门 婆罗门 只有我 就直取有我 那不是常见 就是断见 其实就是这样 他还是直取有我的范围里面 他不是直取无我 他还是直取有我 所以这里讲 无我则无常 那也可以讲 无常者则无我 那无常者则是苦 所以因为生灭生灭 那好的会变成不好的 那你说不好的 也会变成好的 那好的又会变成不好的 那通常是受苦的时候多 如果你跟天人讲这个 天人就可能比较不清楚 为什么 天人比较不感受到苦 天人比较 而且他的时间概念 比较长一点 因为他们一活都活几千年 如果是色界天 那是几万年 甚至几十万年 那如果讲长一点 那是几大节 如果无色界天 你看最高是八万大节 那个都不知道什么概念 那对他们来讲 他们对这种无常 跟苦的概念 比较没那么有 天人比较没有那个苦的概念 但是他也许意及他过去生 什么什么苦 就好像一个非常有钱的人 他没有那种穷的概念 你说郭台铭 有没有感受到 你会不会害怕穷 又不会害怕你有一天没有钱 他想都没想过 他不太会想 有一天我这么有钱 有一天我没钱了怎么办 他没有 他天里面想的时候 我怎么更有钱 他不会想说 有一天我如果没钱了怎么办 不太会 他不太会这么想 那比较年轻的他也不会想 那有一天我会变老 有一天我身体会变不好 那时候怎么办 是不是现在赶快要修行 不会 他那个时候正年轻啊 正美好啊 他只是想说 以后我要正什么 正什么 他很少会想到那边 他可能也知道 他很少会想到那边去 那天人也是这样啊 所以天人为什么不容易修行 因为他不容易关无常 很苦啊 没有关无常苦 他就不容易得到无我 当然他可以关梦幻泡影 他也是可以关 但是他快乐很实在啊 所以天人不容易 那色界天无色界天就更难了 他在常定的喜乐当中啊 他那个热比人间的热 热过很多倍啊 你要叫他关苦 他没有苦啊 他就是有热啊 没有苦啊 你要叫他关无常 他那个心定在那里 他就以为是常啊 清静啊 而且独一啊 他不容易哦 除非你之前有讯息过 那么才有办法 要不然是不容易哦 所以天人是很难修行的 那散热道是关不来 太苦了 你说那散热道最容易啊 他最苦啊 他最苦是因为 他的心力弱啊 他的障碍多啊 他关不来啊 他没办法关啊 他的智慧薄 他的福报弱 他就是障碍多了 他智慧 因为他就是智慧不够 太过于吃了 那个思维力不够 所以他果报上不好 所以他有障碍 他有暴障 有业障 有烦恼障 他有障碍住啊 他不容易啊 就你再有力 上面盖的是那种 那种铁 铁盖锁住了 你再有力也推不开啊 如果是土 那你有力就可以推得开了 但是如果越下面的 他障碍是越重的 他不容易关 没有智慧 关不起来 就算要关 会有很多障碍 然后他之前 他太苦了 他只想说 他只想说 我要怎么离苦 他没有办法关 说苦固无我 没有 他没有办法关这个 所以三六道是关不来的 那天人 没有苦可关 不太会想到苦无常 也不太关得来 那可以比较做关的就是人 他苦乐均办 他也不会说很苦 如果太享乐了也不会 太享乐了也不会 所以人是苦乐参半 所以他又堪人 那所以他也可以闻到佛法 天上很少闻到佛法 非常非常少 佛陀曾经到天上说法 但是时间非常少 那天人是可以来人间听法的 但是次数也不多 越往后面就越少了 刚升到天上去的时候 我会常常下来 那过一阵子就 一个月下来一次 再过一阵子就一年下来一次 再过一阵子就不来了 真的 人也是这样啊 他通常是这样 他没有那种精进力 我们叫做永门 所以永门圣 他思维不来 所以我们是智慧圣 通常是这样 所以人是比较可以解脱的 人天都可以 但是人比天殊圣 人比较能解脱 那三二道虽然很苦 他太苦了关不来 那天人是没有苦关不来 没有苦关不来 就好像你要关如病如庸 如痴如伤 他都没有病 你要怎么关如病 对不对 没办法关 但是人可以 所以这个是差别 所以可以做人 听闻到佛法 确实是 那么比较殊胜 而且就是 离解脱是最近的 你做人 然后听闻到佛法 然后又知道 佛法里面最主要的就是 怎么样证得无我的观法 那当然大圣除了这个以外 他叫做无神法人 但是他还要利益众生 他是法普提心 那这个又 这个从大圣的法来 因为讲是更殊胜 更殊胜 好 那我们等一下看 所以他说 无我者 则无常 无常则是苦 若苦者比一切 非我不亦我不相战 就是你怎么样 从哪一个角度去看 他都没有 恒常独一自主的我 当作事官 受想行事 亦如如是 就无孕 多闻圣地止 于此无孕 观察非我 非我所 如是观察 于世间多无所取 当你这样去观的时候 既然无我 那你那种我持 我爱就少 那么我爱少 那我所爱就少 我只少 那么我所就是 我对这个世间的 那么这样的直取 那么你既然没有我 那哪来的我所 没有我哪来的我所 那没有我哪来的我爱 没有我见就没有我爱 那没有我就没有我所 那没有我所 你对世间 你就不执着我了 哪里也会执着我所 其实是这样的 所以对这个世间多无所取 就不会执着了 爱取有 他通常是爱取有 言启里面来讲 那是爱取有 这个有当然就是一种存在 就是我们这个身体怎么来的 当然是从爱跟取来的 他才有这个身 然后有未来的身 现在的身 然后后有爱 然后有这个身就对这个身 有这个身 有这个身就有什么 生老病死 生老病死 愿生老病死 愿生爱别人求不得 只要就是有这个身就有身 然后就种种 种种忧悲恼苦 种种有苦 那有这些 生老病死 愿生爱别人求不得 那如果从缘起的道理来讲 他就是四名色六路 四名色六路 处受爱取有 生老病死 悠悲恼苦 悠悲恼 那悠悲恼 其实就可以看作 愿真会爱别人求不得 就种种的 苦 就有苦 那基本上是有这个身 就有这一些现象 你有五印身心 五印六处六界 就我了 就我 那通常都是因为我爱 那我爱是有什么 有我见 最早就 就是我见 那有我爱 那我爱就我所爱 那我见底下 他运作的就是四名色六路处 就是六根六成 或是瘦瘦响形式 他就这一些 他这个中间内容 就是运处见 那我爱 那我爱我所爱 我爱我所爱 我见我所见 那基本上都是由这个直取 由这个爱取 那当你已经 没有我爱的时候 没有我见的时候 没有我见就不会起我爱 没有我爱就不会直取 这个身心有我 直取这个世间 这个世间包括五印世间 五印世间也是世间 然后这其他的世间 就是我所 你就没有我我所 就离我我所 好 我们先下课 我先下词 我先下词